所以这种情况呢 因为他也比较意外 比较偶然 谢谢我们的两位解说员 对于分场比赛的评价 简短吧 郭彦 就说一句 刚才看了女子单打决赛的感受 我问有这样的队员感到自豪 足够了 足够了 那么现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参加男双学赛的选手呢 已经是进入到比赛的场地了 徐欣 张继科对樊振东和周宇 又是中国队队内的一场比赛 尤其张继科呢 在一个半小时之前 还进行了男子单打的一场 对水谷损的比赛 应该说呢 不知道体力恢复得怎么样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对刚才那样的体力消耗 能够恢复过来吗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这是决赛了吧 所以呢 我觉得每个人 就算体力并不是很充分 他也会积极调动自己的精力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对每个运动员来讲 其实都是同样的 对 你看他们对着的是 谭振东周宇 两名年轻的选手 而他们两个 是今年非常丰富 很老道的选手 张继科刚刚进行了 男子单打的比赛 而许昕的前两天 尤其昨天还混双比赛 其实消耗也很大 而且他的肩商 也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 不知道今天比赛 会呈现什么样的场景 因为我这次看这个比赛 我感觉非常深 因为观众朋友都会觉得 乒乓球非常容易 中国队拿冠军也非常容易 其实今天的比赛很惨烈 女的这次决赛很惨烈 我觉得男队的 也都在陆续的受伤 所以每个运动员 我觉得在场上比赛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就是说 中国乒乓队这次 也非常好地展现了自己的精神 我觉得不管最后这两队 谁拿冠军 都是为中国乒乓队 就是说更多地展现 自己的这种拼搏精神 对 你看今天的比赛 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乒乓球项目的魅力 也使得我们对于很多 乒乓球的规则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比如说受伤 受伤叫停的时候 是十分钟的时间 还有在后面 刚才是有裁判进来之后 说时间到时了 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规则 其实这个一般常用在 供修大战或者修球之间 就是说每一场 每一局比赛 其实是有一局比赛的 这个时间的 应该是在十分钟一局比赛 但有可能是 叮叮他们这个时间 拖的比较长了 有可能是脚伤啊 或者是因为就是说 他们俩来回 休息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说到最后 其实这就是轮换发球法 对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暖双决赛 我们的两队中国选手的 晋级之路 那么张继科和许新呢 在先后以四比 战胜了瑞典的 左右手的卡尔森 那么之后呢 四比三在四分地决赛当中 战胜了日本的森源 郑崇和大导幼灾 那么半决赛 只战胜了 韩国的李尚珠和徐德贤 尤其是四分地决赛 让我们认识了 日本的内阁选手 小将森源郑崇 而我们的小将樊振东呢 是先后四比 战胜了香港选手 半决赛 四分地决赛 四比零战胜了韩国选手 那么在半决赛当中 只战胜了日本的 宗平健赛 以及丹羽孝希 经过了六局之后 四比二 上升了韩国的 李尚珍和李湘秀 顺利地 进击到了男子双大的 决赛 好 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在这里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 几期的短信互动当中 只有这种方式 表达一下 对于中国乒乓球选手 尤其是对于丁宁 尤其是对于 刚刚进行比赛的 刘世文这场 精彩的比赛 给出您的评价 大家参与我们的 短信互动的方式 很简单 发送数字8到10669999185 参与到互动当中 将有机会赢取 有百年卢书老教 教零九提供的 千元现金大奖 另外呢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加入呢 我们CCTV的官方 微信和微博 这样呢 您将会有机会 获得更为丰富的奖品 以及了解到 庄电台体育频道 更多的播出信心 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马上进入比赛 看看在这对 中国选手当中 来进行的另外一场 精彩分成的决赛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015年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第三个金牌的争夺 刚才大家看到了 就是第二块金牌呢 是丁宁在脚伤的情况下 最后呢 以4比3 战胜了刘士文 我觉得刚才那一幕呢 是非常感动 运动员呢 实际上呢 就是有这种精神 就是不达目的 绝不休止的精神 人们说嘛 说是个体育比赛 就是和平中的战争 有的时候呢 需要轻伤不下火线 我们的运动员呢 经受了这个考验 而且丁宁呢 刚才 特别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这个泪水啊 已经流了下来 我觉得刘士文在这场比赛中 表现得也很不错 今天这场双打呢 虽然是 都是中国队的队员 但是我觉得是呈现了 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比赛 今天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还是请到了 中国乒乓球男队的 马之锋教练 马之锋 你觉得这场比赛的 焦点在什么地方 这场比赛呢 从意义上讲 应该是 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新秀向老战挑战的 一场比赛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作为张继科许新来说呢 作为2016年奥运会 旅游奥运会的双打的重点 我们的投号 双打的配队 希望能通过本次市井赛呢 能够最终问点呢 来捍卫他们的 等于说国家队一双的这种荣誉 行没 现在大家看到这里边 岁数最大的就是张继科 今年27岁 许新呢 今年是25岁 周宇是23岁 凡尘东是18岁 这场比赛可以说也是 刚才马尔导讲 就是像 这个年轻的运动员 向老将挑战 所以今天27岁的张继科 和25岁的许新 能不能 承受得住这种挑战呢 就要看下面的比赛 凡尘东和周宇 他们先是战胜了金敏锡 和这一对以外 然后呢 在半球赛里又战胜了 松平健泰 日本第一队选手 像开场 你看两队选手都调动了 非常快 看第一个球打的都非常精彩 凡尘东和周宇 都是来自81队 对吧 对 所以他们应该更加熟悉 对 好的 凡尘东和周宇呢 也是我们国家 新有限出的一对新秀 曾经在2013年的 全运会的决赛中 取得全运会的男双冠军 漂亮 张尼科许新在这一路也是好手不断 最开始他们是碰到了马龙和波尔 就是德国和中国这对组合 结果他们取得了胜利 然后接着他们又战胜了日本的森田正崇和大岛诱灾 这是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的 当时呢 打到决胜局的时候 第七局 他们还是以八比十落后 就是凭着一种毅力 最终扭转了半局 当时日本的这对选手 留下了热泪 接着战胜日本队这对选手之后 许新和张尼科又和韩国的著名的双打运动员李向秀和徐贤德相遇 结果他们4比2又战胜了这对选手而进入了决赛 高了 好球 就樊正东在中台一个反手的回头 而且这个球他出手点很高 对 这个球应该难度相当大 所以樊正东呢 在大大比赛里也体现出了这个特点 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的这一板球很有力量 全运会的男子双打冠军 就是樊正东和周宇 对 之所以本次市井赛让这两名小将搭配 也是考虑到他们曾经取得过全运会冠军 能否在世界大赛上能够再有所突破 漂亮 这个拧拉 大家看一般的到反手的这个小三角 正手小三角还是用反手去拧拉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不用正手接 从现在平台发展趋势上看呢 揭发球呢 拧拉技术已经成为主流 我们观众们都看到了 包括双打的揭发球 以王浩为代表的 这种包括现在樊正东 这种直板横板 有机会的话都会侧过身来 直接反手拧拉 甚至拧抽 直接得分 就是动作比较容易 比正手要容易是吧 对 发力比较容易 发力比较容易 好的 这球打得很巧妙 这两名小将呢 现在看对对手呢 应该说是落点 抓得非常死 现在出手呢 也比较坚决 现在从线路上呢 基本上控制了对手的两条直线 现在呢 这是2015年第53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 第三块金牌的争夺 第一块金牌呢 就是混合双打 结果呢 就现在场上的许新 和韩国的选手 梁夏寅 配合 战胜了日本的石川家纯一队 而夺得了冠军 那么现在呢 刚才 刚刚结束的 就是丁宁和刘世文的决赛 丁宁在脚伤的情况下 顽强拼搏 最终呢 也是取得了冠军 现在是第三个冠军产胜 漂亮 稳住 把两名小将 现在拼得非常凶 而且在线路上呢 两头直线也锁得很死 现在 你看张继柯和许新呢 这对双打呢 也是很有特点 基本上还是充分的发挥许新的中远台 反拉的这种优势 所以说张继柯有时候 有意识的发一些不转球 让周宇去拧拉 他去反拉这半球 戴转 大家看到这四个运动员 可以说是中国的四批 四个梯次 你看张继柯呢 是比许新大两岁 27岁 许新25岁 然后呢 这个周宇呢 又比他小两岁 23岁 到了樊整东又小五岁 18岁 张继柯在台内球 还是比较果断 现在虽然比分落后 他还能大胆地去调打对手 基本功非常过瘾之板球 他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大 看到了这种双打当中 现在现在侧身用反手 直接紧拉的球 现在颤了最少得一半以上 现在正所谓的这种短球 马尔岛这个张继柯的发力好 他这个力量大 是不是跟他放松 就在击球前的松弛有很大 这个有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爆发力是 我们先看一下比赛 哦 这个也漂亮 这些四名选手 现在其实就是在比台内拧拉 拧拉这个技术呢 比较隐蔽 动作小 出手动作比较隐蔽 所以如果发力之后呢 还是威胁非常大 大家看到在这四个选手的排名中 就是周宇的排名第一点16 剩下凡震东是排在第四 张继柯排在第三 许昕是排在第二 漂亮 所以看来这两队选手呢 对对手的球路都非常了解 所以像进入香池啊 中远台对拉的球 现在非常多 这一种 现在凡震东发球 张继柯击发球 许昕挑打 这个球 还是9比6落后的时候 张继柯挑打了一个 许昕挑打了一个 还是看来两名 这种主力队员呢 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坚决出手 今天这里成了 全国乒乓球爱好者的 一个盛会的地点 大家在五一节长假 都在来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而且在下面进行各种交流 现在还是看谁上手快 谁出手快 所以说呢 两名小将呢 还是现在不要犹豫 有机会的 还是提早下手 没错 特别是双胆 比单胆还要强 因为你一人打一下 有得躲有得闪 这个东西 谁进攻 谁就更有威胁 现在发球的是许昕 接发球的是樊振东 许昕发球发了个长球 所以从后半局上看呢 还是许昕和张继柯的战术意识 包括他们的 在球场上这种胆量 相对来讲 还是明显的显得 要比两名年轻队员的 稍微成熟一些 这两个配队都是一左一右 现在樊振东是右手 周宇是左手 许昕是左手 张继柯是右手 在第一局上 就形成这么胶着的比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12比12 这是双方的第一局 也是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 第三枚金牌的争夺 第一枚是许昕和梁夏银 获得了混合双打的冠军 刚才女单的冠军 是被叮咛获得 这球张继柯有点没有准备 对手突然给了一个正手长球 他正手拉丢了这个球 现在局点 发球是周宇 接发球是许昕 两个都是左手 张继柯拉直线 所以说两名小将呢 在最后还能顶住压力 最后特别是樊仁东 最后这板球直线出手 特别坚决 我们看 领的直线 这样呢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 两个小将就以14比12 拿起了关键的一局 稍后我们来看第二局 喜利啤酒 散开新世界 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 东风日禅 东风日禅 361度 观众朋友 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 现在这次的2015年 第五三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已经到了倒数第二天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明天将进行男子单打 和女子双打的冠军争夺战 好球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 到了窝心 现在发球的是樊振东 接发球许欣 先跟相持 漂亮 这个球看起来许欣打得很漂亮 实际这个张尼科的功劳更大 对 所以在球场上 还是有一些艺术性 像这种球拉了一个 有点侧下的这种 在众眼台侧下的这种 像萧球一样 把球兜过去 给许欣创造了一个机会 许欣一板爆冲 许欣发球 注意接发球 扎尼科做个手势 扎尼科准备抢攻 对拉 漂亮 这个球打了个板边 这个球是意外球 好球 好球 所以张尼科拉了个侧选 这个球 所以我们看同样的拧拉当中呢 他也有不同的一些手法 像刚才张尼克这个拧的 就有点偏侧下的一种球 好多选手听起来就觉得 怎么拉球能拉出侧下来 是吧 实际上他就是实际 我们就想他实际上 看着像拉实际跟削球的道理是一样的 他接住球的部位不同 所以过来的旋转也会有所区别 旋转 这个球擦完了 现在终于发球 张尼克接发球 许欣上手 对拉 角度非常大 这个球张尼克扑过去 拉了一个大斜线 今天对许欣和张尼克压力比较大 因为第一局他们是10比12 先输给了周宇和凡正东 许欣做一个手势 张尼克发球 周宇接发球 凡正东接发球 凡正东这板球 防守啊 他这个防中带攻 反应很快 这个球拉到他中间 反应特别快的这个球 以往呢 就是大家可能很多观众啊 喜欢看单打 不喜欢 不是太喜欢看双打 但是今天这个双打打得非常精彩 是的 排断 拧拉 双打呢 作为奥运会的第三场 奥运会团体赛的第三场 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呢 我们在封闭训练中 特别强调 对双打的训练 特别是几名重点队员 主力队员 张继科 马龙 包括许欣啊 对他们要求非常高 漂亮 那在双打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运练如果有一点缺陷的话 可能打双打呢 就不易暴露 比如说正手非常好 反手差一些 但是打双打的时候 就可以规避这个反手 黄球 有两个球 这双打呢 是比较讲究配合和技巧 可能你单打的实力 非常强在双打当中呢 如果配合上不够默契 沟通上不够默契 可能两个人的配合 也不会很融洽 是的 你像这日本这个 森田正崇和大岛诱灾 排名非常靠后 但你看他们两个 当时打这个许欣和张继科 到决胜局的时候 还十比八领先 最后让张继科和许欣 给翻了盘了 日本队呢 现在包括韩国队 现在在双打上的投入 应该是非常大 是的 因为双打呢 是如果你每天去 专门去训练的话 可能会收到效果 是的 可能会比单打要快 而且我看 很多国家和协会 在他们这个突破的时候 它不是从单打突破 都是从双打 混双开始突破 我记得那时候 王涛和吕林 在那个阶段 也是在这方面 首先起了一个核心的作用 在中国队最低谷的时候 没错 王涛吕林 获得92年当时的 那是巴塞罗纳奥运会的 双打冠军 刚才在门口还见到吕林 他说他还是要好好看一看 这个男双 而且他带着这个浙江的体育代表团 来专门参观这个比赛 好的 所以这一局呢 从4比4 两个小意外球之后呢 就迅速把比分拉开 也显得两名年轻队员呢 在这个基本技术上有一些 可能现在明显的显得和两名这种 张继科许心上呢 还是多少有一点差距 您知道他们稳定性不够是吧 稳定性不够 他们有一些处理球啊 可能在节奏上 可能是在出手的这种 时间点上 相对来讲还是 漂亮 这是樊振东 樊振东呢 我看除了张继科下手狠以外 这个樊振东我看算一号 真相有霸气这篮球 这双打还是四个人 应该说是我们两个人配合上 应该是互相的有一个互补性 互相的怎么能通过我这种 对板球的控制或者我自己的调动 去避开对手 回到我同伴的一些弱项的一些东西上 所以这个配合这种平时的这种默契程度啊 平时的这种交流啊非常重要 这一种 不仅在球场上 是吧 那这样许欣和张继科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就以11比7又返回了一局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局的比赛 了 你们厄格及抗争 的 OMU люб支音ício 各位 可以 你 我不 Rangers 你 我 我 没 雪花涌闯天涯 鼎力支持冬奥会申办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第53届 世界平方球锦调赛 这里是在苏州 苏州的国际博览中心 这是临时搭的这个看台 在博览中心里边 这个场地呢 是一个整个的长条形 那么这个台子在中间 所以两边的观众呢 看起来就差点就费点劲 但是它中间呢 又有一个大屏幕 在两边有大屏幕 所以这样呢 观众也可以透过大屏幕 来观看比赛 但是到比赛的现场 很多人的感觉呢 就是他有现场感 尤其是当呼喊起来以后 他进入那种氛围 所以这跟看电视是不同的 但是也有人观众呢 说喜欢看电视 因为在电视中 他可以听到更多的资料 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好 比赛继续进行 现在双方打成一比 张立科发球 周宇接发球 好的 周宇这板接球呢 站得很近 没有退 从现在配合上讲的 樊枕东和周宇 从中远台的这种相似上 明显的稍微偏弱一点显得 所以呢 他们可能在下边 中场的时候 可能也有个交流 让周宇尽量往前靠 这种尽量形成这种 一前一后的这种站位 他们在赛前训练的时候 我听他两个在交流的时候 也在说这个问题 可能有时候一进入比赛场馆 一兴奋之后 就容易往后撤 形成两面拉这种 其实像在刚才 这两个球的处理 他们就是非常的聪明 双打呢 其实一前一后 一快一慢 包括像他们现在一左一右 如果像如果配合默契的话 他们在相持中的线路上 在锁住的话 可能就会打得很巧 不会发一些蛮礼 这样的话 可能效果就会好一些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中国乒乓球队教练马俊峰 给大家带来的评论 这次呢我们也是 请到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冠军 现在的一些教练 各个角度 来给大家来尽可能的 全面的报道这次比赛 我们也想尽可能的 使观众满意 能够看比赛 看得更有兴趣 现在张尼科做了手势 由许新发球 凡正东杰发球 在双打里面 发球不占优势 反正东西发球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你只能发到球台的一面 而那个人呢 就在那等着 所以你稍微发的质量不好 他就直接打你 许新发球 许新发球 凡正东杰发球 反拉 这就是鱼死网破的策略 这种球比较吓人 在控制方面呢 许新和张继科呢 也有意识地抓住 周宇的正手短球 所以周宇这边 如果调打不主动的话呢 可能在回摆和错场后 会给对手留一个机会 就这个位置 这个球回的还算比较精密 所以有点小擦网 所以这个双打呢 可能在几个点位上 控制能力 包括你的防御 可能对双打的这种走位啊 包括你的球势 可能影响很大 男子单打 现在已经进入到前四名了 那明天呢 中军选手马龙和樊振东 争夺一个决赛权 张继科和方博 争夺一个决赛权 这两名小将打得 还是非常有霸气 特别是小将樊振东 有机会的时候 他侧身会 这把球发力 发得特别足 我们看 这个揭发球 还是不太严密 这次中国队呢 在男子单打里 一共抱了六名选手 这六名选手 其中呢 有两位是山东鲁能俱乐部的 就是张继科和方博 如果在双打里面呢 大家看到了 包括双打混双的报名里面 那么马龙和延安都是来自北京 现在大家看到的周宇宇和樊振东 是来自八一队 八一队总教练 王涛 这次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跟他聊的时候 他也在说 说现在正在动脑子 研究下一步 八一队怎么样 把厚的小队员顶上来 这一段呢 比分比较胶着 这一局呢 也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两名老将的 不能说老将 就是我们的张继科和许新呢 现在显得还是比较冷静 比较沉着 所以他们的基本功啊 包括手上功夫 不管是攻防啊 还是他们的控制啊 显得比较老道 是的 而且这一段我看 好像回合很少 都下手比较狠 都在抓短球的控制 现在 你看出手都非常狠 所以在这种胶着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名运动员 要挺身而出 特别是双打 如果我们两个人 就像篮球一样 你传给我 传给你 都不出手的话 可能这个球 你再平稳 你可能得分的这种机会 就会小一些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 两双方哪一名队员 能跳出来 最后呢 像运动员采取的措施 实际他们呢 是经过反复的周密思考 是从概率角度出发 比如有的时候 看着很凶 很薄 但实际他得分的概率 可能要高 如果反过来稳 是球过去了 但是得分的可能性小 这一局呢 双方人双方队员斗短球斗特别多 所以可能都在盯对手的这个拧拉之后呢 可能都在反过来讲都在比比台内球的控制 这两队运动员都是打了几场硬仗 尤其是张绮科许新 先是打了马龙和波尔这队跨国组合 然后接着呢 又打掉了日本的这一队 日本的这个森田正同和大岛诱灾 当时在第七局决胜局的时候 他们是八比十落后 死里逃生 扭转了半局 然后接着又战胜了韩国名将李向秀和徐贤德 而进入决赛 现在打到一比一了 这里像第一局一样 谁能够二比一领先 谁在心态上可能就会好一些 因为有一局垫底放得开 周一发球 许新接发球 对 还是在斗短球 全是在斗短球 这就是功夫 可能你手上稍微在摆琴上调一点 或者再往前送一点点 就过去了 所以这很微妙的一些这种力量的控制 所以现在显得呢 许新和张绮科呢 在这方面的显得可能就成熟一些 是的 失误率低 对这两分钱处理的 那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许新和张绮科评界的沉着和经验 以11比9又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这样他们就占了个先局 以2比1暂时领先 稍后我们来看第四局比赛 东风日禅 东风日禅 风不停 跑不停 起风精益轻致跑鞋 啊 还有冰冰摔倒了 啊 冰冰的这种动势 在受伤之后 终于站了起来 啊 那导演啊 临时把这个女子单打的这个 非常珍贵的镜头 又重新编了一点 就是丁宁 大家看到了 他是在受伤的情况下 顽强的坚持 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我觉得除了取胜以外 他给人们最深刻的就是一种体育精神 不达目的绝不休止 轻伤不下火线 坚持顽强 其实刘诗文我倒注意到当时呢 丁宁伤了以后刘诗文很冷静 他并没有尽量想排除 他伤对自己的影响 他在不停的想应该怎么做 而且非常的认真 是的 但是尽管这样我认为 丁宁的这个受伤本身 对刘诗文产生了影响 对 他医疗暂停10分钟 所以说呢 这对特别是对状态好的队员来说 可能他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反拉 漂亮 所以说还是看出张力科和许新的 他们的控制球能力 对吧 包括在相持当中的这种 等于说是对拉的这种功底 相对还是深厚一些 嗯 现在张力科发球 樊振东接发球 好打 这就是典型的发球抢攻 是的 张力科发完球以后许新来抢攻 这两名小将呢 特别从第一局的后半局 包括第三局的后半局 都是明显的看出在思想上的 还是有一定的波动 嗯 特别在看到比分 比较胶着的时候 出手呢 相对来讲呢 对吧 比较犹豫 所以在控制方面过多 像有些拧拉 包括调打的一些技术 不够主动 你说这产生了保守的情况 有一些保守的事情 有一些保守 对吧 反观许新和张力科呢 不愧是一个大门贯 在一个的确现在世界排名第二 在这种短球的处理 非常豁得出去 说比赛就是这样 有些时候呢 可能你在与比分和自己的心态 这种特别的这种 怎么说关系非常密切 没错 可能在于开局的时候 你没有比分压力的时候 你可能出手非常感搏 稍微到最后你感觉到 看到机会的时候 看到希望的时候 可能这时候稍微犹豫一点 你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说就是稍等计失了 所以说 所以说从零开始 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 总把它当成零 对 所以像如果周宇和樊振东呢 作为冲击冠军的这种位置 一定有把思想要干净 抛开一切砸捏 我不要有任何这种想法 你应该放手一搏 我搏到了 我可能就有了 搏不到这种 就是刚才你 位手位脚 缩手缩脚这种 像这种 像张继科这种 许昕这种水平的运动 一定会抓住你的漏洞 这就是比赛的经验所在 教练呢可能会 告诉你这些奥秘 那么你也知道了 应该怎么去做 然后还得在训练中 一场一场磨练 最终养了这种能力 对 所以这一局看上 一个周宇的谭内拧拉 现在逐步已经增加了比例 包括樊枕东的反拉能力 这两个人就应该大刀阔斧 因为他们应该说是 应该是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对吧 我就去搏嘛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战绩球的把握 虽然现在在中局上5比3 在像这种半机会球 如果把不住的话 对手一分 虽然是一分 但是一正一反 这是两分 对 所以说呢像这种你抠分 抠的不细 可能就给这种 在技科他们呢 会太多的缝隙 马之道你看 樊枕东和周宇应该说 也不是这个出来乍到 是 全英会拿冠军 当时全英会拿冠军的时候 他们赢的谁呢 他们赢的是决赛赢的是天津的好帅和李平 也是在4比3 打得非常艰苦 所以这一局呢 看着两部小将已经开始 我说放手一搏了 是吧 这种球风我打出来 是吧 我不管输赢也好 观众看着也舒服 包括我们自己 他们自己人也会 是吧 自己心里边感觉也痛快 因为从理性上来说 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 对 有可能才能搏到这块金牌 对 哦 凶 喝 再来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忍住 这是高级球 这板球张继科 在中远台一边反拉 就是我们这优续运动员 一定会有些超级球 没错 让你一些意想不到的球 但刚才第一局当中 张继科一个在中远台的一个 拉的侧下旋 是吧 这一个又有一个反手的这种 是吧 中远台的这种反拉 这种球可能只是代表一分 但是在比赛中他提气 对 特别提气 没错 我打上一个这个球 观众的贺彩声 包括我个人的这种信心 给对手的这种压力 对吧 一定可能从 把这种球势呢 转到自己这方来 没错 而且这球也不是练出来的 平时训练 没有这种训练 都是一个很随意的 这种自然性的反应 挑打 你看 对吧 所以说这一分球的作用 看这三分当中 5比4的时候 5比3的时候 反正 反正一个半高球 刚才7比5的时候 张继科又有一个中台回头 这两分球一下吧 比分就 对吧 所以我们说小将呢 还是就是 在 水平上 包括他们的地球质量上 是吧 他们已经足够像 这种 是吧 张继科 包括许青 他们发起冲击了 但就是在比赛场上 这些经验 是吧 对比分的这种 我讲的 扣分的这种能力 把握上 把握战局的能力 整个控制比赛的这种能力 是吧 这些东西 是吧 需要在比赛中去积累 没错 观众朋友 现在女子双打呢 已经产生了前四名 那半决赛是中国选手 冯天威和余梦宇 目前呢 这是第三块金牌 我们介绍了第一块金牌呢 就是混合双打 许欣和梁夏银 战胜了日本的运赛 第二块金牌 就刚才女子单打 丁宁在脚受伤的情况下 战胜刘士文 4比3 现在这是第三块金牌 现在这是第三块金牌 明天呢 还有男子单打金牌 和女子双打金牌 漂亮 张吉克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表现得非常确实 哇 这就是说在关键时候 你看有扛大棋的 是的 许欣也不简单 尖三项 昨天被呢 就伤了 现在还是在坚持 最后输了个大拇指 一般呢 是指的长球或者上拳 是吧 不转球 那张里克里一般指呢 是先来一个小指头 然后马上一个大指头 就是迷惑对方 可能也是不是怕这个别人 从外头看到了以后 好球 他其实刚才这个手势 是可能 是一个长的侧下拳 它是两个手势的变化呢 可能 一个是 一个手势的时候 代表是短的 转或者不转 两个手势变化呢 可能是代表 长球的上弦或下弦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析 这手势有时 每个人习惯也不一样 是吧 过去我记得好像 这个有些也讲过 就是说 他在做手势的时候 他一做人家 判断不出发球来 做到旁边的裁判 教练就看 看到以后马上 给自己手队员 表示一下 那自己队员就知道 他要发什么球了 所以这个乒乓球 还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些 漂亮 又是张继科 所以张继科 的确这一局当中 起到了这种核心的作用了 而且我觉得 直接得分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给对方威慑力太大 就像拳击比赛一样 重拳老出 那个对手 他就有点胆怯 是吧 这一局 从上半局上看 两名小将冲击得非常出色 是吧 这种事情刚刚在 往上走的时候 给压住了 张继科这时候 挺身而出 几个这种超级球 周宇发球 张继科拉 这样周宇和凡正东 就以9比8领先一分 这一局非常关键 现在周宇发球 张继科接发球 漂亮 所以第一板拧球以后 第二板张继科 还是义无反顾 我坚决出手 那这也是经验 有些呢 第一个球一打不上 第二个球就有点虚了 是吧 可能再回摆一下 或者什么 这个还是体现出 这个大满贯的风范 是的 就不是感性 而是理性的啊 他能看出来 怎么样打是最有效的 现在张继科发球 凡正东接发球 许昕拉 哇 这板球许昕掉的 非常低 这个球 这个张继科过于追求角度 这个球直线拉的 凡正东 就是凡正东 还是最后能够比较霸道的这板面抽 2比2 再次战停 那这个 两队啊 现在还是难解难分 现在双方打成2比2 我们稍后看一下第五局 那是时间 2比1 3比2 2比2 3比3 5比3 凡正东 2比4 2比3 2比5 2比4 6比6 花勇闯天涯鼎力支持冬奥会申办 入行轮胎邀您共享精彩赛事 解放激情奔跑梦想 为年轻怒犯东风日产鼎力赞助欧洲冠军联赛 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看看双方第五局的比赛 前四局打成2比2 现在发球的是张继科 接发球的是周宇 大家看到这就是周宇世界排名第16 今年23岁是81队的女人 张继科世界排名第三 现在张继科作为中国乒乓球队在队的唯一的男子的大满贯 所以他是全队的核心 现在周宇发球 回摆 来 高调拉起来 哦 赢前反拉 许鑫还是这个球滑得非常转这个球 其实周宇今天的表现不错 现在周宇发球 现在周宇发球 许鑫击发球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技术 看到空当之后呢 防守的时候可能这种基本功啊 现在还不够扎实 许鑫发球 许鑫在2013年的时候 世界杯上他是战胜了萨姆索诺夫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 现在对许鑫来讲就是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奥运会的冠军 高调虎坚 高调虎坚 哦 这球销得漂亮 机会 这个球 凡浅东出其不意 采用一个销球的技术把这个球销过去 手感还是非常好 表现非常不错 现在凡刀冬发球 张尼克几发九 体育比赛 无论是什么项目 都是向人类的极限挑战 它是向你的身体的能力 和精神的能力的极限挑战 这个球这时候 推调直线 包括调打是对的 张尼克发球 终于接发球 我们看樊枕东这个反手非常有特点 他好多球都感觉顶到他追身的一些球 他出手很小 但是呢爆发力特别足 没错 球质量很高 他今年只有18岁 在16岁的时候就拿了冠军了 是吧 漂亮 对啊 这个球 这个球 这个球樊枕东又是追身的情况下 把球 拉过去 樊枕东呢 他移动速度非常快 再一个呢 在一些大角度的球 追身的一些球 他的灵活性 他的柔润性还是不错 没错 我们看有些运动员身体比较粗壮的 可能柔润性差一些 但他这方面呢 显得还是比较不错 是的 这球说实话都是如果打到的话 这个威胁非常大 因为他是赢前的 这个球因为他过来 球特别长 特别顶 所以樊枕东呢 可能被顶住了 这个球 现在 周宇发球 漂亮 这个球衔接速度非常快 张继科在难度非常大的时候 把这个 许昕 刚才采用一个非正规的侧身动作 把这个球挤过来 但是樊枕东还是 步伐移动速度很快 而且照着许昕打 打到许昕那儿 许昕躲不开 张继科过不去 是的 他们现在这个 落点意识 应该说是打得非常到位 不过现在有些球呢 这种战绩球的一些把握 这个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现在许昕发球 樊枕东接发球 张继科拉起来 这就是一些 这就是一些 张继科和许昕呢 虽然有些球看上去 他们有些球很背头的时候没有捕过 但是基本上比较稳定 他们的出手的这种稳定性 但是两名小将的有些球可能打得非常超级 但有些球失误的也比较低一几 我就说不太稳定 我就说 插边 你看这个双打阵容太强了 如果把周宇换下去 换上马龙 那么世界排名的一二三四就在全在场上 是的 现在等于是 许昕是排在第二 世界排名第二 张继科排在第三 樊枕东排在第四 周宇是第十六 漂亮 好球 这个球 落点压的还是不错 18岁的樊枕东 23岁的周宇 不愧是全运会 乒乓球男子双打的冠军 他们的配合就是更加娴熟 反正中发球 擦网从发 有些协会提出来以后 擦网就干脆直接打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这些许昕测身测得非常快 这个时候 正头的反拉的确是非常的准确 马尔导通过观察 是不是许昕这个肩没什么问题 你看来没受什么影响 目前现在看还没有受多大影响 因为他之前的时候 我们的队一啊 我们大夫已经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的给他的一些准备一些 拧拉 所以许昕呢 在这次比赛中呢 表现非常出色 特别是在和梁夏寅 取得混双冠军之后呢 和明显我觉得整个人的这种 这种我觉得气场啊 比如说显得非常足 这种好多球 你看奔跑能力 这种高难度的球啊 他都能反拉回来 漂亮 这就是关键球的处理 这几个关键时刻 许昕和张立科取得胜利 这样呢 以11比7取得了第5局的胜利 现在就以3比2 暂时领先 向冠军又进了一步 好 稍后我们开始第6局 观众朋友 丁宁呢 刚才在装比赛里受伤 但是拿到了冠军 那么刚才呢 他也到了医院去了一趟 我们现在问问队一 情况怎么样 我们刚刚从医院回来啊 丁宁也是从医院回来了 未来赶过来参加国际聘典要求的这个颁奖典礼 尚大夫就是你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在医院的 是这样 刚才丁宁晚上以后呢 我们第一时间比赛完了以后去了当地的家医院 主要我们想排除一下有没有骨折 刚才我们去了以后呢 S光显示还好 没有骨折 就是和韧带有一点损伤 就是说现在丁宁整个的状态 看他还能回来 这个就应该来说就是 从创伤方面应该没有大的创伤 现在判断应该问题不是说太大 骨头没有事 就是软组织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等回去以后再给他做一些处理 明天还有比赛 是就是国际聘典人就是要求他 必须要回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 就是在这个之前 因为男双正在比赛嘛 所以就是咱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简单处理呢 可能我们现在就主要还是冰敷 制动 然后给他做一些加压爆炸 可能会用一些药物 好的 谢谢尚大夫 好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刚才的医生也讲了 软主的损伤以后 最重要的呢 就是先冰敷的目的 是让他血管呢收缩 不要让他余血 防止肿胀 然后24小时以后呢 就开始热服 让他这个 在这个逐渐的恢复 营养能跟上去 现在尝尝比分 1比 这些球 周宇还是出现了5-15 像这种半机会球 你看有的时候 我看小学 有的学生受伤了 老师就说 没事 站起来赶紧动弄 其实这是错误的 受伤以后呢 软主的损伤 首先是冰敷 不要让他肿胀 然后 24小时 再给他进行热服 现在场上比分是3比 现在周宇做个手势 让凡正东发球 现在接发球的是许信 张尼科调打出界 张尼科这个技术动作 你看出在什么问题上 这个球呢 从球位上讲 可能稍微不太舒服 没有找到最佳的击球点 他的重心呀 没有跟上去 张尼科的确是展现了 他的这种王者的霸气 在这一场上 拉得漂亮 他这个整个腿腰 包括大臂前臂手腕 整个用力都有 平方球最难的就是制造弧线 你用力大了以后 弧线没有的话 就出界了 或者下网了 关键越过网子 这里要靠摩擦 是的 既要有力量速度 最后你还有准确性 最关键的是准确性 准确来自弧线 现在许信发球 当你和许欣已经达到了巅峰 这种状态 我们看到两个人的这种跑位 这种机球质量 就补板意识都非常强 没错 我们说通过和马龙波尔 包括和日本队两队小将 这种恶战之后呢 就达到了这种最佳的这种巅峰 所以我们说最佳状态呢 可能是一定会来自于这种 硬碰硬 硬碰硬之后的这种 甚至有一些在逆转当中之后出现 许欣发球 周宇杰发球 运气 今天这场双打确实水平非常高 一队小将是全国运动会 全运会的男子双打冠军 张景克现在已经挡不住了 板板加厉 这个技术真是稳准很 又来了 我这个技术状态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 这两队的双打的综合实力上看的 这两队双打的综合实力上看的 我相信在综合能力上还是显得上风一些 就赛前的时候也在预测 这场球大概到什么比例 对吧 可能从 包括从凡尘东周宇还是场下我们一些这种教练 包括队员也在分析这场球 可能就是说这场球周宇他们可能能达到四 张景哥这么达到六 就这种比四六开的比例 对吧 张景哥周宇 凡尘东呢 如果获胜的话呢 一个是他们发挥非常的素质 战绩球把握得非常好 对吧 再一个呢 就是可能在于对手的一些错犯错误 对吧 在这种机会就把握不住 像这种情况 可能才有机会去夺冠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的 张景哥和许欣 在牢牢地抓住了一些比赛的战局 一些战绩球 你看那许欣和张景哥的沟通 用语言沟通就更加彻底 必须要行动一致 因为作为张景哥来说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获得过世纪赛的双打关 所以说呢 他非常渴望 从看今天这一次的投入上 他的这种专注力啊 包括在比赛场上这种调动他 对吧 非常非常好 观众朋友 现在您看到的是 2015年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 第三块金牌的争夺 现在张景哥发球 周宇接发球 反正东接发球 现在差六分了 要想反回来难度比较大 今天这个视频赛的赛场上 出了很多的值得回味的地 漂亮 放手一搏了 另外反正东确实有这个能力 在很多比赛中都体现出这一点 就在防守中 防中一攻 现在反正东发球 现在反正东发球 许新接发球 反正东又来了一个 反正东又来了一个 反应速度快 另外就瞒到你说的 看着身体很壮 但是灵活性和灵敏性又很好 柔韧性 是 传体科做了个手势 由许新发球 周宇接发球 许新现在已经拿到了一块金牌 就是和韩国的女选手梁尚银的 混合双打的第一块金牌已经拿到了 刚才丁宁的脚受伤的情况下 你的4比3 战胜了刘诗文 拿到了第二个金牌 这是第三块金牌 明天晚上将是男子单打 和女子双打金牌的争夺战 哦 这球是窝到窝火了 速度太快了 目前他们的 其实现在的这些线路 这些战术 我们说和开局的时候差不多 我们说第一局的时候 两条直线锁住对手 我们现在 但后期呢 可能没有坚持下去 这个 这个球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这时候比分逐步追上来之后呢 许新和张继芬呢 也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波动 今天两个小将 方博23岁 樊城东18岁 都是来自八一队 现在方博发球 现在这个 周宇发球 打一个战术 没打成这个球 周宇和樊城东 为八一队在全运会上拿到了男子双打的冠军 他们战胜了天津的好帅和李平 现在到了比赛的赛点 10比8 现在张继芬发球 还是有悬念啊 刚才领先挺多 这个时候没有抓住机会 是吧 我觉得张继芬和许新在思想上还是稍微有一点松懈 在大比分领先上去 现在张继芬发球 樊城东拧拉 许新反拉成功 这个致命的一板呀 可以看到张继芬和许新两个人都非常兴奋 这是周宇大爷 樓了樓 樊城东的肩膀 第五十三双比赛中最终是战胜队友 4比2 这样呢 2015年 第五三双世界平方球锦标赛的第三块金牌就产生了 之后我们还会有颁奖仪式要进行 好 二位 传东和周宇 首先我们一起亚军来谈的自己的赛号感言 由请 从这个周宇开始吧 这场比赛其实最终打的还是很紧的 最后观众没有完全能咬住 但是整个比赛过程中 应该说你们开机打得相当不错 到底跟老大和相比啊 无数知数带什么地方呢 所以这场比赛 就是有 太胜利了一下 包括每次的取点 以前三四个的时候 把握战机球能力 有的时候我们控制的 还是节奏没掌握好 由于这是国际信号同时播出 我们也用英语稍微讲一下 刚才这个我们看到周一师讲 at a critical moment sometimes the two actually couldn't really capitalize on some opportunities there that's why they missed some good chances 阵东今天其实比赛 也打得很弯强 而且在单打比赛 已经是战胜了对手 进入了四强 其实对这个赛事本身 在整体来说 自己还是满意吗 可能现在 比赛还没有结束吧 对于我来说 明天还有单打 所以可能比赛还没结束 自己还是 还是 还是没有打完吧 等于比赛 可能所以 现在还不好 就是给出个结论嘛 he's been very modest saying that actually he still has the singles to go on tomorrow and of course today they did pretty well on the other hand he's not going to draw the conclusion yet let's just see how they fare tomorrow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获得南双亚军的 樊振东和周语 好 我们再来听听获得冠军 获得南双冠军的这一对组合 来听听张继科和许新 到场边 带着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心得 好 这场比赛其实在收关阶段 确实有点紧啊 但是最终还是咬过来了 挺过去了 那么你觉得最后胜扣是在自己经验呢 还是在临场的业面上 二位打得更出色一些 主要还是经验上吧 因为自己可能打了很多这种决赛了嘛 但是双打是第一次打这种决赛 可能周语跟小胖上来的这种拼的还是非常凶的 从前几局给我们这种压力还是非常大 打到后面以后我就跟许新说 我说我们整体实力还是要高于他 所以我们节奏放得比较慢 后面打的还是比较细的 最后一个问题问许新好 两个冠军在手 对这次的市民赛 应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吧 我觉得有满意之处 也有遗憾之处吧 虽然说拿了这两个冠军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双打的这种团体作战能力 可能得到了教练 包括得到了球迷的这种认可 我觉得还是要 回去及时总结我的单打经验 包括单打的实战能力 许新 has been very modest as well with two titles under his belly saying that he still would like to draw some lesson in order to do well in the men's singles down the line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南双冠军的 张继科和许新 ladies and gentlemen how about another round of big applause for张继科 and许新 好 刚才通过现场的 最后一个画面可以看到 稍后即将进行的是 本届试听赛 今天晚上两个最后奖 上的颁奖仪式 那么现在在演播室当中 来自中国股仓球队的 领队黄彪 黄道好 大家好 那么在前几天 一直在跟随我们的 这个接触员在进行评论 而且还要忙自己的工作 真是辛苦了 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结束了 南双比赛时 张继科许新 赢了一队小将 这个比赛结果 和我们之前所判断的 类似吗 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结果今天 这是直上双大 因为从继科来讲 就像刚才他说的 他毕竟经历了产品比较多 包括喜新 而且他们的配合各方面 那么作为 樊正东和内宁 赵宇来讲 毕竟是年轻 尤其在这种大赛当中的决赛 所以这种大赛 我们今天还在聊了 就是说任何一种比赛 比不过这种大赛 尤其更比不过这种决赛的场面 只有经历这种 才能够去成长 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现场我们的记者 对于比赛结束之后 选手的现场采访 赵宇和许一 首先向你们表示祝贺 刚才在夺冠之后 你们的那个庆祝动作 很多人都说非常帅 是谁设计的 没有设计 因为这之前跟马克波罗组合 打完以后 这种一种激性的这种发挥吧 也是互相对彼此的这种信任 第一次能跟许欣 配合在市场上能够拿冠军 还是非常不容易了 因为之前自己双打 也没有拿过这种事业冠军 所以自己还是非常努力 包括许欣在内 也是非常用心 双冠王 在比赛打到2比2平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跟季科 是怎么商量的 其实季科也提醒了我很多 因为我们赛前知道 我们的大赛经验 我觉得跟他们两个比 肯定是占据有一定的优势 也许实力 包括一些打法 让大家会五五开 所以说我们也做好了 非常困难的准备 也想到了打到2比2 包括会想到打到3比3吧 所以说我觉得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两个还是能 一直在及时地去沟通 及时在去聊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关键球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关键球 让我们赢的非常多 谢谢你们 也祝贺你们 那么现在我们在等待着 稍后进行的颁奖仪式 两额颁奖仪式将会 依次的先后进行 先进行的是女单颁奖 之后的是男双颁奖 稍后进入到颁奖现场 2008年 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 农夫山泉找到了一处 罕见的低纳弹矿泉 并将新工厂 选址在这里 那我们当时想在这里的时候 想把这一方的好水 最高的品质把它做出来 为了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环境 农夫山泉付出了很多努力 来自挪威的景观设计团队 为新工厂铺设了一条景观步道 早在工厂设计之初 农夫山泉就对自然充满了敬意 登上观景台 你就能看到四季的颜色 即使置身工厂内 你都能听到森林的声音 对每一瓶产品 农夫山泉都有严苛的标准 这条水线它的标准非常高 可以达到Log6 100万瓶里面不允许 之前一瓶有菌的水 更好的用户体验 也是农夫山泉的追求 婴儿水这款产品 比如说父亲他的手会比较大 可以从背后进行抓取 母亲可能手比较小 他可以从正前方 从用户的体验那个角度上 去考虑到这样的一些细节 农夫山泉还将自然生态文明 融入产品设计 我描述的是农夫山泉的农夫水 为孩子 我们必须要考虑 那四季与那四季与那些生产品 我们想让人们看着森林的森林 立即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21年来农夫山泉 已在全国优质的八大水源地 建立了15座工厂 从水源到产品 每一座工厂 都是对品质的坚守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我们现在看到现场 马上就要进行的是本节时拼赛 今天取出的两块金牌的颁奖仪式 首先进行的是女子丹达的颁奖仪式 颁奖嘉宾 我们的蔡振华 副局长 旁边呢是中国品质中心的主任 也是中国品质的秘书长刘晓农 这是苏州体育局的局长包东东 其实大家刚才一直都特别关心呢 丁宁可的伤情情况 在男子双达进行抵赛过程当中 我们也插播了一个简短的采访 现在利用一点时间 给大家具体说一说丁宁的伤势 刚才正好现场我正好在 但是确实崴了一下 崴了一下以后呢 人带拉了一下撕裂了一下 但是是软组织 那么骨头没有伤 如果说骨折的话 可能站了站不起来了 那么当时也做了这个应急 一个是给他做了一定的处理 然后打上风带 然后喷了那个阵痛 那么继续地比赛 比赛结束以后呢 也马上到了医院 到医院进行了这个照片 照片结果出来以后呢 还是软组织的伤 目前已经肿了一点 肿起来 那么但是呢 我估计对明天的这个比赛 就看怎么去打 但是目前来看还能坚持 木子 获得本届时评赛 女子单打的前四名 都是被中国运动员所报了 这是木子 之前也是来到你的演播室 木子今年26岁 也是第一次参加市井赛这样的大赛 也是从资格赛开始打起了 打了三场资格赛 才进入到最后的正赛 您对慕子本季实际赛 表现怎么同样 非常好 其实他还是最后机会没抓住 慕子呢这个运动员 来自于简单军队 应该说他打法还是比较好的 他在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 就直通的选拔当中 他是获得了冠军 是入选了这个单打的这个行列 其实在这之前 大家可能不了解 也就是在一个半月以前 他的手骨折 手骨折 骨折 当时想的可能面临的就是参赛不了 后来他经过一特殊的这个治疗 可以说也休息了有半个月 最后呢还是坚持了 跟对不起参加了这个蜂蜜训练 而且蜂蜜训练练的是非常的苦 这次是完全发挥了他的水平 也展示了他的能力 其实他这个应该是很有能力的 只是说有些机会没把握好 这次比赛也是这样 其实那天跟这个刘诚文比赛当中就是 如果说跟定理当中 如果说他能够把握得好一点 可能局面今天决赛有可能的 所站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对对这是刘诗文本届比赛女子单打的亚军 之前呢在和丁宁的决赛当中 两名选手配合为大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乒乓球这个项目的魅力 尽管受在比赛过程当中最后一局受伤的是丁宁 但是 刘诚文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是的 来我们看一看本件事情赛女子单打冠军 中国的丁宁 希望现场观众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 现在还是有些瘸 受伤的那个脚 还好呢传来消息是没有 骨头没有受伤 受伤的是韧带 赛局能够看到这么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在世界舞台上能够展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这种 不光是技术啊精气神 尤其是这种永不服输 永不严败 永不退缩的精神 其实这丁宁获得冠军 确实他的抑制品质在全队应该是比较易碎的 刚才在李小霞 我们在后台碰到他说呢 林队 哎呀 这个丁宁的这个精神给我一点就好了 什么大队呢 他这次你看连续打了三场应战 都是七级四层打满的 而且打了消球 接着又打满七级 打了路子 最后绝对了今天这个球也不容易 而且他自私在封闭训练当中 没有缺一坦克就为他 女士们先生们 请请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恭喜中国乒乓球队 恭喜中国乒乓球队 这样的场景 在颁奖仪式上升国旗 奏国歌的时候 四面五星红旗 三面五星红旗 同时升起的场景 我们是经常会见到 作为国球 中国乒乓球队 在国际舞台上 为中国争金夺赢 维护了我们国球的荣誉 在本节视频赛已经结束的三个项目的比赛当中 冠军都被中国选手拿到 混双项目的许欣 梁夏寅的中韩组合 女弹的丁宁 以及男双的许欣张继科 现在大家就关心呢 丁宁明天的比赛怎么样 如果说是全部打满的话 他要打两场 对 但必须要打 除非打到他实在是动不了了 其实就像前天那个混双决赛一样 许欣也是这样 我们当时也定了 我俩商量了 那么就说有几个意义 如果打到一半的时候 不行怎么办 他感觉已经不行了 还是举手建设打 哪怕你站不起来 你也不要取权 但是定了意义 后来我也跟猜局也做了汇报 他说必须要尽力 那他表示也全力以赴 当然在通过这种比赛呢 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那种 永不言败 永不服输的精神 同时如果从技术层面上来分析的话 可能会以后对于更多 其他我们的比赛提供一些经验 给大家感觉 如果是受伤的一方 是丁宁 那么刘诗文呢 他利用自己这种快的特点 去调动他的话 可能赢的会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场景呈现出来的 却是完全不同的场面 为什么 其实刚才啊 这个有时候往往事不是辨证的 就是定定在不行的时候 那么正好他动不了 他就干脆不侧身了 也不抢了 就站在中间左来左打 右来右打 反过来他这种战术呢 其实正好抽象 这是一个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可能刘诚多少呢 也会受一点点影响 但其实刚才包括肯定会 在我们在下面聊的时候 反过来肯定会觉得 正好巧了 他这么两边了 左来左来右来 正好 这样就对了 所以使得整个一个变化 再一个呢 就是说 这也是 刘诚文也要去总结的 就在这十分钟的 叫一要暂停的时候 那么你应该去活动 你一直在站在那 应该活动活动 发球 所以这个球 我们觉得 说实话很残酷 我下来 一个小时 我基本上做的呢 没怎么动 很难受 可以说 中国棒球队这么多年来 手心手背都是肉 对对对 以前的刘姑娘同理会 他们俩决赛过 刘姑娘马琳也决赛过 战继克王浩 包括奥运会的 这个李小夏和定灵 这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女队的 一张全家福 也许当中呢 有很多面孔 你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它是中国乒乓球队 非常不可或缺的 一个组成部分 正是有了这么多 可能你觉得 不熟悉的人 在背后的付出 才有了今天中国 我们乒乓球 国球在国际赛场上的荣耀 我想那不光是我 不光是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 甚至包括全部的国民 甚至包括全世界的 乒乓球爱好者 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乒乓球 能够强胜不衰 国际平联对于乒乓球的规则 针对中国改变了很多很多 为什么我们依然都不保持在 世界的最巅峰 我觉得是有几方面因素 第一个 我们这个系统 就是说 我们还是比较先进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乒乓球这个系统 一起来保持了 无论从我们的教练层面上的 我们的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 到我们的科研团队 你比如说国外 他这种会在改变了以后 他一改变完 我们马上我们科研团队 我们就上 我们教练员马上就研究 马上就照到规律 这是我们的优势 第二个还有一个 我们全国一盘棋 就全国乒乓球界 都为国家队来服务 而且国家队的指导思想 发展方向一直在引领 就我们的东西 能够灌输下去 所以这也是一点 再一个呢 全国各界 对我们的一直以来 很欢迎 很支持可以说 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在做的 一方面是维护中国乒乓球 利于世界的巅峰不败 另外一方面也是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向全球 向更多国家的人们 推广乓球运动 向本次视频 再就是一个 大家感觉非常明显 而且非常好玩 非常有效的一个 一个一个新的规则 就是可以允许 跨协会的这种组合 像本期视频 在决出的第一块 混双项目的金牌 就是我们的许欣 和韩国的梁夏寅 昨天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碰到焦世民 我们在聊天就说 就提到了 开玩笑说 说如果没有这个规则 没有和许欣的配对 可能这个梁夏寅 一辈子都拿不到十个冠军 是的 因为韩国队 其实他已经有 最起码在这二十年 我做零队期间 他们没有拿过 单线的世界冠军 这是他们首次 所以他们也很渴望 那么在这一次 之前的这个报名上 那么他们报的就是梁夏寅 但是他们又打了 又打了个选拔 就选拔是最好的 来自跟共同队配 就打了还是梁夏寅 这次确实他们非常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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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马上进行的是 可届时评赛 男双比赛的颁奖仪式 中国冰协副主席李政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来看一看 获得男双比赛 并列第三名的是 一队韩国选手 李尚珠和徐贤德 另外呢还有日本选手 松平健泰 丹宇孝希 通过本次试拼赛的比赛 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了 日本代表队 日本乒乓球队 他们的奥运战略了 明年是礼约 但是2020年 就是东京奥运会了 他们在做着精心的准备 对 而且这一次 听说 据说拍到中国来的 他的一个 包括新闻报道团队 包括人员 都是最多的 包括他的教练 几乎我看是 一个队员 一个教练 所以这个 日本这几年 从东京申办奥运会 成功以后 2020年 他们就开始了 找手准备 那么应该说 已经起到成效 从这次试拼赛 所体现出来的 李腾 包括男子 他们这批年龄都很小 也就十四五岁 十五六岁 所以中国队 我们已经在关注 在本次试拼赛的比赛当中 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日本选手 像女选手的 乙腾 美成和李小霞 打比赛的那个 还有在男子上 打比赛当中 那个 森源 个子很小 年纪很轻 但是出手 非常的凶猛 技术很全面 在比赛过程当中 他们的心态是 非常稳定的 比较 珍贵的 他们年纪小 正好他们 再过来五年之后 他们真的会成为 中国乒乓球队 在场上的 最强劲的对手 但是我们也有 我们的年轻选手 即将登上领奖台的 樊振东和周宇 樊振东的今年 只有十八岁 但是像张继科 在比赛结束后 一采访的时候 一说就小胖小胖 为什么叫小胖 因为他平时很可爱 而且他也长得比较胖一点 但最近那是瘦了 因为封闭训练 这样子的比赛 显得瘦一点 平时他也很圆圆的 也很阳光 的确年轻选手 拿到过全运会的 男双冠军 但是在比赛经验上 和他们的师兄 许欣张继科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但是年轻选手 都是需要这么一个 成长的过程 都小心过大赛的磨练 才能够扛起 中国乒乓球队的 这个大棋 许欣张继科 许欣是完成了 本次试拼赛 两个项目的冠军了 混双以及男双 中国冠军 确实中国冠军队 起了这项成绩 来自于全国乒乓球工作者 对我们的共同努力 包括我们的训练基地 我们的镇定 我们的环石 包括我们成都 我们厦门 包括我们中山 我们训练局 一起来给我们的大力值 尤其是直接服务 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们辛苦 所以在这里 我也一并表示 忠心的感谢 我似乎都听到 这些地方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掌声了 因为看到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中国乒乓球队 这些非常熟悉的队员 能够在比赛过程当中 打出了这么精彩的比赛 而且站在了最高领奖台 而且举起了冠军奖杯 这应该是对他们 辛勤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男双比赛的伊朗杯 女士们先生 请请 赞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再次恭喜中国乒乓球队 这是本届时评赛产生的三个项目的冠军 目前都被中国队收入囊中了 明天还是最后两项 女双还有男单 那么男单的已经 也是被中国队提前收入囊中 参加半决赛的四名选手 都是来自中国 马龙 樊震东 张继科 方伯 倒是女双的半决赛的四个棋位 是丁宁李小霞对阵 荷兰以及波兰的跨协会组合 李杰 李倩 还有我们的刘世文 朱宇玲 对阵的是新加坡的组合 冯天威 于梦宇 当然我想很多人都想问 中国乒乓球队在本次世评赛当中 能够在此完成爆揽吗 跨国组合很高兴的是 能跟韩国 那么可以说0.5吧 0.5 把我们以前的0.5给补齐了 补齐了 同时我们奖杯 昨天问我了 一开始我说那肯定是 要给韩国带回去的 结果在我回去路上 他们还主要给我打电话 说给不给拿 我说一定给韩国带回去 因为这次我们五个 单向奖杯又回来了 虽然这一面有0.5 但是韩国队确实不容易 那么我们觉得这种容易 大家共同来分享 那对于明天的最后两项的决赛 您怎么看 难当我们已经拿到了 尤其是女双 有点担心的就是 丁宁和李小霞 尤其是丁宁 明天是最早开场的 10点钟就开场 10点钟就开场 他们对阵的是 荷兰以及波兰的组合 李杰 李倩 以前都是中国运动员 所以说比赛也不是很好打 尤其是丁宁 有伤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 如果从正常情况下 应该他们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目前这个丁宁 已经有点伤势 那么究竟这个伤能怎么样 那么我相信 他们的精神 尤其丁宁的精神 我相信他会去坚持去 我也相信中国队会潜力以赴 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 他们刻苦训练 一年就这么练 那么这个时候 任何一个人 他是接近潜力的 他不会放弃 对 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运动员 经过了这么多辛勤的努力 才能够有登场的机会 而且之前比赛一直很好 在这个时候绝不轻言放弃 而且今年呢 还直接关系到 明年里约奥运会的一些计划 我想呢 所有的运动员都会是 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个机会 那么今天呢 比赛到这里就基本全部结束了 那么明天 将会产生本届视频赛 最后两个项目的冠军 女双 还有男子单打 只不过在之前呢 还要进行半决赛的赛事 明天晚间 进行两项决赛的时间呢 分别是 晚上的18点45分 女双决赛 和晚上的20点30分 是男单的最后决赛 我们希望在这里 再次像今天 昨天一样 能够听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 好了 在这里是感谢 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 黄领队 您赶紧忙去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 有关丁宁 最好最好的消息 好的 谢谢 代表全国电视观众 希望 首先 丁宁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第二 希望他明天 有好的表现 尽快恢复自己的上位 好的 谢谢各位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视频赛最后一天 我们不见不散